新北市淡水区淡海新市镇 林公司填溪口海岸空地 去年底开始有来自北环段工地的移植树木 新北市议员郑理员表示 一路的桥木包含了台湾蓝树等等各种树种 已经出现树皮脱落 枝芽枯萎等等的状况 市政府环境绿美化花大钱 却老是把树给种死 不仅仅牺牲了树木的生命 更让工坛市付诸流水 要求农业局应该要积极辅导各局处 还有工所遵循移植或者是新植树木的时候 要落实树木移植树种的纲要原则 淡海新市镇靠近公司田溪出海口的空地 去年底开始有来自新北环段工地移植的树木 不过居民就发现一路的桥木 包含了台湾蓝树等树种 已经出现树皮脱落枯萎等状况 近半数以上的树木恐怕已经凶多吉少 新北市议员政员表示 市政府为了环境绿美化花大钱 却老是将树木种死 不仅是牺牲树木新命 更让公坛付出流水 要求农业局应该积极地辅导各局处以及公所 遵循移植或者是新植树木时 应该落实树木移植种植的纲要原则 那其实就有专家学者有提出来说 其实台湾蓝树呢 其实不适合种在这个我们淡水的 这个公司田西的出海口 那就等于说 他们把它移植到过来 只是要等树木枯萎而已 所以我们认为这样子的移植花了公堂 但是呢却没有达到移植存活的 饱活的这样子的一个原本的用意 所以我们认为市府应该好好检讨 新北市议员郑宇员表示 在公司田西出海口周边有许多土地 有近期的移路许多来自新北环段工地的树木 以及淡海轻轨蓝海桥旁边 也有新种植的桥木 树种有包括了台湾蓝树 张树黑板树等等 而蓝海桥旁边有40多棵的台湾蓝树 在经历河口强风多盐的环境数个月之后 已经出现树皮大面积的剥落枯萎等状况 部分更出现底部腐朽的状况 那农业局的景观处也应该要把相关的 这个移植树木的专业知识跟流程 好好的跟各个局处有移植树木工程的单位 好好的来教导他们 而且重点是这个教育这一块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不希望公司田西出海口的 这一片土地变成这个台湾蓝树的这个粉草 诊员表示树木移植新种植维护都需要很专业的技术 不同的树种也有不同的生长适应环境 移植过程的断根修剪 移植后的定植支架 还有后续的维护 任何一个环节输漏都很有可能会使树市衰微进而死亡 而市议员也要求农业局加强各局处或者市区公所在树木移植的维护作业教育训练 并且监督厂商落实树木种植的纲要原则 才能够有效的展现程序绿化成果 建构真正的程序生态系 记得许多一旦去赛访报道